你可以把它改成動物的部分 動物的話,假設用生肖 或者植物也可以,12生肖 然後呢,我就把那個樹一直打到豬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 我是不是掃了一個? 猴 這邊是不是掃一個? 把它再插入一個 那一樣啦 就是你把剛剛的這個貼過來之後 它這邊有10個 可是12生肖要有12個 所以變成說你可能要重新自己打 重新再下拉就可以了 那它就馬上呢 可以幫你把數量給統計出來 統計完之後,當然你可以再排序一下 一樣嘛,資料把它Z到A 馬上就可以知道 哦,原來12生肖裡面 好像佔的比例最多的 咦,居然是老虎的虎耶 咦,跟馬 為什麼虎跟馬是最多的? 咦,原因何在? 不過我蠻好奇的啦 但至於這個答案 可能自己再去找一下 或者你問一下AI看看 AI,CHAGPD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厲害 不過我發現那個CHAGPD 在文史方面的能力好像蠻差的 因為它可能是文史方面的資料 為的太少了 OK 所以未來 那個AI是不是也可以產生一個 比較人文類的THAGPD 它是for人文 可能就是你訓練的時候 多為給它一些比較經典的資料 它可能才會比較OK 那最後的話呢,可以得到結果 那這個的話呢 也許自己在練習好了 這個數量 至於那個動物的名稱 也不見得一定要是這12格 你也可以想想看有沒有別的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用的字 跟古代用的字可能不太一樣 有沒有 像豬的話 可能用豬應該古代不用豬吧 應該叫字吧 有沒有,OK 不過好像成語裡面也沒這個字 OK 那這個的話 你們自己再去找相關的 然後把這個數量給算出來 OK 那最後的話呢 那當然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其他像植物類的 不然你們也可以自己玩玩看 還有像是一些其他 我沒想到的 你也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當然最後我是希望說 最好是可以乾脆 跟之前一樣把它變成一個VBA的一個按鈕 比如說這邊按下去 那這個圖 最後好像還有一個地方不OK 哪個地方不OK 好像它只有產生到猴尾 那底下好像又少了 這個數量跟這邊好像不穩合 最後豬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最後原來是10個 然後變成12個 數量不對的話 你可能要變更一下這個圖 按右鍵 或者你重新把這個delete的料 重新插入一張圖 也可以 如果你不想要重新插入一張圖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直接在這個圖上按右鍵 變更它的什麼 按右鍵也可以叫什麼 變更圖表的那個什麼資料 有沒有 因為它的資料好像選的範圍不對 所以你就是按右鍵的話 找到有一個叫選取資料 意思是選取好像只有選到這邊 這個框框吧 好像它沒有選到最下面 選的範圍不對 那你可以改選一下 按右鍵 我重新改選一下資料的範圍 那資料的範圍呢 它這一個應該數量是這個 按編輯一下看一下範圍 它這個是它的名稱 OK 然後這個的話是它的範圍 範圍看一下對不對 它只有好像選到12吧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B2到B應該是13 所以你這邊其實是可以怎樣 把這邊取消一下 編輯 把這邊的那個數量有沒有 把它改成13 然後把它 這邊有個收折啦 有沒有打開收折 這個可能按確定 數量的話呢 改一下 那這一個水平軸的話 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動物的名稱 看一下對不對 也是一樣錯 到12 應該到13 所以在收折 把這邊改一下13 那再把它展開 按確定有沒有 豬就出來了 有沒有 不然的話好像圖少一個 那最後當然呢 我是希望說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呢 再把這個圖表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自動 按一個按鍵 自動讓它圖出現 可是如果你不會的話 之前我記得我們上學期是有 用錄製的方式產生 所以如果假設 這個做完之後 我希望呢 讓這個圖表自動出現 然後自動刪除的話 這個可能要另外再寫一個 這個 這個層次了 那基本上大概幾個重點 我們大概複習一下 之前是吧 按下錄製去期 然後再插入圖表 大概做一個動作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個優標先放這邊 然後呢再插入這個直條圖 選這個就好了 這樣一個動作可以 插入直條圖 就結束了 那你說老師那個位子啊 跟大小我可不可以再調整 其實是可以 那你可以手動加參數就可以了 OK 這個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再把這個 1到10換一下 你們可以再把它改成 像那個植物啊 動物之類的 那最後呢 就是再把它繪製成圖表